大家好我是小尹 今天買了一斤大蝦 我們用它來做個好吃的 首先把蝦餡調出來 準備一根牙籤 從蝦的第二個關節 創透蝦身 然後捏住蝦餡 往外一拉 這樣就可以拉 再把蝦餃和蝦絮剪掉 全部都處理好之後 倒入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清洗乾淨 控干水分 裝了碗中 再加兩勺料酒 攪拌均勻 醃漬15分鐘 趁這個時間 我們來準備配菜 準備一小顆花菜 像這樣一朵一朵掰下來 把它掰成小朵 再用清水清洗乾淨 然後控干水分 裝了碗中備用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蓮藕 把它切成厚片 切好之後 放入清水裡泡著 防止氧化變黑 再準備一個去皮的土豆 切成厚片 切好之後 放入清水裡泡著 防止氧化變黑 再準備半個洋蔥 把它切成小塊 放入清水裡泡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 備用 再準備幾根芹菜 切成小段 裝入碗中 備用 準備一根大蔥 切片 生薑切片 大蒜也切片 切好之後 裝入碗中 再加一把 把乾辣椒 放一旁備用 鍋中多倒點油 油溫燒至五成熱 放下筷子 冷起泡泡 再把大蝦控干水分 倒入鍋中 開大火炸三分鐘左右 炸至表面金黃 並且炸出蝦油 看到油已經變紅了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把大蝦控油 撈出來 裝入碗中 備用 再把花菜倒入油鍋中 小火炸一分鐘 炸至花菜變綠 像這樣就可以了 再控油 撈出來備用 再把蓮藕倒入鍋中 炸三分鐘左右 炸至蓮藕變色 再把他控油 撈出來備用 再把土豆倒入鍋中 炸三分鐘左右 炸至金黃色 再把他控油撈出來備用 鍋中留少許底油 倒入辣椒 蔥薑蒜片 炒出香味 炒香之後 再加一塊火鍋底料 一勺豆瓣醬 小火炒出紅油 再把大蝦倒進來 翻炒 翻炒均勻 然後加一勺生抽 一勺料酒去腥 繼續翻炒 翻炒出香味 炒均勻 炒均勻之後 再加入藕片 土豆 花菜 芹菜 洋蔥 然後開大火翻炒 炒至芹菜斷生 再炒兩分鐘左右 能聞到洋蔥的香味 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出鍋了 再把它裝入大一點的盤子中 哇好香啊 真的是太香了 最後再撒點熟芝麻 和香菜葉 就可以開吃了 一道美味的麻辣干鍋蝦 就做好了 它的口感麻辣鮮香 香氣四溢 真的是非常好吃 這裡所有的配菜 都吸煮了蝦的鮮味 入味又鮮香 個人感覺這裡的配菜 比蝦還要好吃 家裡來客人的時候 坐上這麼一旁 用它來招待客人 也非常的不錯 如果你喜歡也試試吧 喜歡我的視頻 就關注我吧 謝謝您的支持